老佛 你怎么能对小米那样呢 怎么教育老婆 那是我自己的事 这是两万块钱 还给你了 你等等 这是什么钱 你什么意思 这是两万块钱 当年你跟马一毛 在南海把我保出来 花了两万块钱 对吧 我答应过 一定会还这钱 我现在都还给你们了 马峰 马一毛这个名字 是你开口闭口随便叫的吗 你知道妈为了攒那两万块钱 有多不容易吗 妈为了攒那些钱 天天到小菜场去刮鱼鳞啊 因为生产组关门了 爸又中风了 不管刮风下雨啊 妈那手肿得就像一只高脚馒头一样 妈现在身上的关节炎 也是那个时候落下的 就连我身上都永远有骨鱼腥气 洗都洗不掉 你说什么 我耳朵不好 我听不清 马峰 你别给我找借口 我知道 你攒这两万块钱也不容易 就算一天挨上一百拳 一拳才一块钱 你要挨多少拳 才能攒够这两万块 马峰 你与喜成天憋着这口气 跟家里人交集 你还真不如好好动动脑筋想一想 怎么样在社会上闯出些名堂来 闯不闯出名堂 那是我的事 日子怎么过那也是我的事 那你们马家有你们两个那么孝顺的孩子 我老是什么 我来做 你这件事 我来做 你现在还要做 你做什么 我来做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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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 老马家还是他这个当哥哥的 都亏欠马峰太多太多了 谁啊 找谁啊 你 是小米吧 对啊 我是马峰的姐姐 马拉 姐 可可可可可可出来了 出来了 你看这家里 实在是太乱了 没关系 马峰快过来过过来 快看 叫姑姑快叫姑姑 太好了 妈 马峰 姐 儿子倒水啊 你先坐你先坐 马峰 再叫一声姑姑 姑姑好 嘴巴好甜啊 来来来来 姑姑呢 为你准备着一点礼物 看你喜不喜欢啊 你看看 漂不漂亮 喜不喜欢 喜欢 那姑姑帮你带上 好 姐 你怎么不提前说一下 不知道你能来 你看 姐 喝水 对了 小米啊 姐呢 也帮你准备了一份见面礼 你看一下喜不喜欢 姐 不行 不行 太客气了 那个不行不行 还应该的应该的 你说下吧 那太不好意思了 姐 这太贵重了 这个呀 你说 真是的 你说你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一点准备都没有 自家人不用客气 那个小米啊 这个钱呢 是我送给你跟马顺的 给孩子买点好吃的什么的 你看 姑姑对你多好 可谢谢姑姑 谢谢姑姑 你这孩子能热情点吗 快让姑姑醒醒了 坐这儿 哎呀 好可爱呀 来 坐姑姑腿上啊 来 姑姑抱抱啊 哎呀 你跟姑姑说 你几岁了 我今年六岁了 六五岁了 马峰 马峰 你看谁来了 真的呀 你干嘛 快呀 你看 姐来了 你干嘛傻站干嘛 发傻 姐 给我买的项链 你给马顺买的礼物 我还拿红包 你还等不好意思 哎呀 你干嘛 你干嘛呢 哎 你都占坏了 你干嘛这样 我送给我侄子的 你都弄坏了 凡人间 我不理他了 脑子有病啊 马顺 没关系啊 姑姑一会儿带你出去 再给你买啊 叔儿 我看你敢去啊 你干嘛这样 你怎么把家人 对你那好心的当离官妃呢 你 小米 不说这些 姐 没事你帮给他 那个晚上就在这吃啊 我给你弄几个菜 东北菜 好 走 跟妈买菜去 走 走 干嘛去啊 你干嘛去 买菜去啊 买什么菜啊 家里哪有那么多 闲闲请外人吃饭啊 不是 你看你说那玩意 哪是外人呢 姐不是自己家人吗 走走走 你去去 你说你干嘛这样 什么叫做我是外人 能不能这样对你姐说话的吗 谢谢你 我最讨厌接受人家的诗是吧 你也可以说 我们先把你救过 太大 太儿子了 也不救我 老大 你怎么不救我 受了这么多委屈 只有家最温暖 你跟我回去吧 你说那么多 我不会回去 走吧 你现在当了爸爸 你就应该可以了解 八当年的苦心 爸那时候 为什么要拿珠夏水去卖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日子好点 你看你现在 你做的什么工作 难道你希望马顺 长大变成像你一样的人吗 你走吧 你自己看一看 你给马顺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你有没有想过让小孩去上海受教育 他才能跟马明一样 可以做大事成大器 马顺那么聪明 你不要错失培养他的机会好不好 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不为妈想 你也替马顺想想 今天晚上 我订了饭店 就是我们姐弟三哥 你要是想清楚了 你就过来 你也不要错了 对 你就看我 你们õ封了 这首席 就要到他 你都罢了 不然 你不让那首席 你不会让我 我忍不过 马上 我现在找到他 现在 我现在 去 就是为了小马顺 他也得暂时忍一忍 来 老婆 来 你给我吃点 马方 姐问你 你跟小米的感情怎么样 姐问你 你跟小米的感情怎么样 过日子吧 感情不感情的 挺好能过 那你们的主要收入呢 就靠你当沙袋啊 差不多够 撒人也用不了什么钱 我现在主要想着 把市的那个学费以后挣上 没用紧 也行 可你赚的都是血汗钱 小米他不心疼你吗 两口子 什么心不心疼的 再说他 乡家人 没什么文化 我又不指着他出去再 再打份工再挣点钱 不用了 把孩子带好不就行了 挺好 姐听人说 小米是不是从小 被家里人送到什么乡下 草材戏班子 唱什么耳朵 耳朵 你对他家了不了解啊 会不会你们两个结了婚之后 家里面又突然跑出来什么 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要你养 这不就吃亏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 看不起小米 姐老师跟你说吧 老莫都查过了 小米在公安局是留过笔录的 说是和一个什么犯罪分子谈过恋爱 那个犯罪分子 还判过刑了 你说这事要是传到妈的耳朵里 妈会怎么想 你不说谁会知道 你不也没说吗 那老莫怎么知道的 你看我 我当年在日本 我做的多么的招 我为了 结果呢 在李弄里是怎么传的 到爸临死之前 爸都不肯跟我说话 要是小米这件事情传出去的话 那你们一家人 怎么在那个地方抬头做人呢 好 还有什么接着说 都说了 那我就接着说了 你知不知道小米 是怎么教育马顺的 就那天 马明跟老沐 送给马顺红包 他就叫马顺磕头 咱们家不是唱戏的 你这么教育下去 小孩子长大了 会有什么前途啊 姐是不知道 你们两个感情怎么样 要你们俩感情好的话 你们要这样过日子 姐没话说 要是感情不好 就趁这个机会 干脆就摆脱 老婆 你别误会你姐的意思 马拉在日本 吃了那么多的苦 这么多年了 感情又不顺利 她是怕你走上 她的老路 过得不幸福 我过得幸福 跟你们没关系 我过得幸福 我的事 马方 我们一家三个过得好好的 你们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有病 老公 老公 上海啊 我爱你 我要来啦 老公 干嘛呀 我飞你啊 老公 今天你怎么知道带我出来玩来了呢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要去上海了 然后上海没有海呀 不对 上海也有海呀 这么多年你终于活明白了 还取得浪漫了 不过我喜欢 要知道把马帅带出来啊 我们一家人拍点照片 给他奶奶看多高兴呀 我真的还需要家人 对我说 他带来一些 我们新闻已经放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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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老婆 老婆说重了 咱们在这儿挺好的 我觉得可能没什么本事 也没什么大的追求 我真是觉得 只要是咱们三个人能在一起 在哪儿都会快乐 还是是最重要的 回到上海了 没什么都最好的教育 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 我这么都行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想过我自己的 我还可以回去当些单小姐 我回去给人按脚也挺好啊 哎呀 你傻姑娘 你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想你们两个好呀 什么我们两个好 咱们三个一定要好 咱们三个一定要在一块儿 咱们三个好 你一定要在一块儿 一定要在一块儿 这咱们不开 我们哪都不去 咱们就在这儿 咱们就在这儿 您好 先生 我现在在工作 否则我打不死你 快滚 对客人要有礼貌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来锻炼身体的 行 我的 你这份钱我不挣 我让谁打我也不会让你打 等等 你的经纪人米玲珑 收了我一万块钱定金 我是你的VIP客人 你要是不信的话 问问你们老板 好 来 莫先生 规矩您都清楚啊 来 你情愿留在这儿 我问你 你这样被打一个小时 能挣多少钱 少废话 我挣得再少我日子过得踏实 不像你们 有点钱怕偷怕抢 还怕亏本 晚上还睡泡觉 你这叫贫穷光荣论 我告诉你 我在大户市 一个小时挣的钱 是你在这儿挣的一千倍 来 赶快 赶快打 马峰 你要真想赚钱 干嘛在这种鬼地方 为什么不回上海啊 你知道吗 你哥哥马明 已经做了领导 你姐姐马拉也开始做生意了 你随便帮他们忙些什么 都比在这儿要强得多 别跟我提他们 我没哥哥没 六亲不认 没哥哥没姐姐 我今天就想把你打醒了 好 既然不想跟我说这个 那我跟你谈比生意 过来 站过来 屁快放 站过来 站过来 听着 我给你二十万 今天 我来不认识 我们来说 你不是人家的 你不是人家的 我这家的 你能给你 我作为 我来说 你不是在哪儿 你怎么再提起 你不认识 穷得只收下钱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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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打 打完带着你的圈 赶快滚 我看不起你 好了 打明白了 你小子还没傻到底 至少你还清楚 亲情 比金钱更重要 亲情 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现在我告诉你 你老婆米玲珑 带着你儿子马顺 已经废到上海 去找他们亲情去 你自己看着办吧 马封呆住了 他不知道莫文辉 是用什么方法 弄走了小米跟儿子马顺 究竟是拿钱 究竟是拿钱 还是用亲情说服了他们 老公 老公 你没什么文化 你孩子也不识记个字 你就都没文化 所以啊 咱俩就这么没文化的交流吧 当你听到录音的时候啊 我带着马顺和哥哥姐姐 一坐飞机啊 到上海了 哥哥姐姐也答应了我的条件 第一啊 我回到上海 就陪咱俩补结婚证 第二 那个马顺的 学费 试贺拉扎 乱七八糟的 都他不管了 这个第三嘛 以前那事不提了 他们会对我和马顺好的 他奶奶很想马顺 行了 不啰嗦了 我们回上海等你 马顺 马顺你把我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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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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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没变 世道变了 嫂子 我一直想要一天有这样的珍珠项链 你看 我这穿上 是不是也气质上来了 嫂子 我跟你讲 我结婚那会儿就想买一条这样的珍珠项链 马峰可抠了 你知道吗 省钱呢 扣扣扣 这不买都买哪个都不行 其实有的时候吧 我觉得女人啊 穿得要体面的 这样子娘娘脸上才有光 是 她哪懂这个呀 你知道 小蜜啊 妈 时间差不多了 我去烧菜了 嬸嬸跟妈妈在一起啊 去跟大伯母玩去啊 妈 我帮你去 妈 我说要不去饭店吃吧 又省事又方便的 你说你在那儿忙 我又帮不上 要是马明知道了 又得说了 你看 这么多人到饭店去吃饭 那得花上五六百块钱呢 再说在家里吃多好啊 爱吃多玩就是多玩 没人催你 再说 这马峰啊 好几年没吃我烧的菜了 奶奶烧几个拿手菜给你们吃吃好不好 妈 辛苦你了 没事 没事 奶奶 我要吃你烧的狮子头 好的 妈 我也要吃 好 妈 辛苦了啊 过来 妈妈平时给你烧什么菜吃啊 大拉平和乱炖 大拉平和乱炖 这小米 没营养的呀 奶奶给你烧西红柿炒蛋 鲫鱼汤 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菜啊 看看 这都是你的钱 我替你取出来一些 给你安家用 我哪儿有什么东西 你忘了 在深圳 你甩了两万块钱给家用 后来马明把这个钱给我了 我给你买了股票了 现在 有两万 涨到六万了 别逗了 哪有这好事 怎么是逗呢 说这个你也不懂 股市由三百点涨到一千五百点 升了四倍 这些钱你先 吃完些家用 把那老冰箱换了 再添一台彩电 剩下的 那账上的股票 我先替你管着 如果你不抛的话 过几年还会涨 涨很多 你信我 别跟我提这股票不股票 我真不懂 我只知道 你是不是 要试试我 哎呀 马峰啊 我试试你什么呀 这钱真是你的 什么还见钱 我姐去日本 你掏的钱 我哥上大学 你赞助 你是想当我们马家大救星是吧 但到我这打猪 我真不领这份情 行 不给了 你正好也回来了 有时间你问一问马铭 看是不是你的钱 问明白了 你要想要 我再给你 你要不要 我就收着啊 老子 莫子 你放好了 进去吧 放好了 好 哎 看看我 挺好 你看看吧 你好好看看 哪来的 好看吗 哪来的 嫂子送的 你管嫂子要的吧 我还跟嫂子抢了呢 嫂子给我的 怎么样 这晚我见过啊 这一条至少在一万块钱以上 我跟你说 怎么来你怎么还给嫂子 听见没有 那么贵呢 哎那正好啊 我正好没有这样像样的手势呢 再说了 那些嫂子送给弟媳妇的见面里 我给人退回去 合适吗 我瞧不起人嫂子吗 你看看大姐 小子 她穿的什么 戴的什么 这衣服都是金口货 那切里南非的钻石 项链马来西 马来西亚 不是新加坡的 你看看我 有什么呀 你什么时候 小子给自己喜欢拍点什么呀 你是不是犯贱呢 我哪犯贱了 我让你还你就还 听见没有 你给我吧 喂 干嘛呀 在我去哪儿啊 我找了外天都没找到 那不那儿吗 木东 哎呀 这 这往这里拉屎撒尿啊 对呀 就我们上海弄的都用这个的 你用就洗吧 嗯 那我还能往哪儿倒啊 现在应该是往公务厕所里头吧 原来我们是有份车的 每天早上 我们几十小时 是被那逃份工叫醒的 我给你学学啊 到木东 木东拎出来 然后我妈妈就会拎到这个 哎 走路走 你到啊 当然是女人倒了 男人是不能碰她的 碰她会触眉头 一辈子翻得起身来 我告诉你啊 我可倒不了 你 你 倒不了那就别上了 那憋着你了 不上就不上 来 来 冯冯 冯冯 来一下 嗯 那你叫我 嗯 我要这样 刚回来 得添置点东西 再给小米和顺顺买几件衣服 不 你用不了这么多啊 肯 肯定是 马拉马明上 您给我的吧 不是 是妈的钱 怎么可能呢 您退休工资有多少 我还不知道吗 肯定是他们让 我不要 不要他们钱 哎呀 妈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我不要 这孩子 你还当他是哥哥姐姐 就拿着 这孩子 我还要做 自己的哥哥姐姐 怕什么呀 打 小达 嗯 赶紧打个电话 我打过了 可能再开会吧 要不这样嘛 我们先吃了再说 别等了 奶奶 我肚子饿了 我肚子饿了 你看 你看 来 切一切 大人都没动手 你干嘛呢 有没有规矩啊 也敢 你小时候也不懂规矩 你什么种 莫朗 来 奶奶给你吃 奶奶做的狮子头 还是奶奶对你好 是不是 他那么爸爸那么讨厌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奶奶以后天天给你做 吃吧 妈 大家都饿了 要不就边吃边等吧 等 等 等 他要半夜才回来呢 那等半夜嘛 老冯 马明现在是疫区之长 心里面装着几十万的老百姓呢 他现在这属于是蛇小家 顾大家 别等了 边吃边等 然后菜都凉了 马顺都饿了 赶紧吃 吃吃 来 老莫 你想说话 这是我家 不要把你那套大老板的规矩 拿到我家来 完了 说话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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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 也快回来了吧 我门口 盈盈他 我看看 我估计该回来了 不用 不用 你坐下来 没事 没事 我门口 我去看看他 哎 你让他去 让他去 那 那你 他要一下步来 你马上过来啊 没事 没事 你说话 怎么说的你 是 真了 来 你别走 走 走 你还不走 你快点 holy 你 想死我了 你可笑死他呢 这么多年 我到的 你这个跟比如同时都没发现了 小学生就是同学了 就像说声那么大 就在一起玩了 你别让我站了一个 而已 你想你啊 哎 哎 你说实话 你忘忘了你兄弟 忘没忘 你说什么呢 我忘了谁也忘不了你这个港座安隆了 哎哎哎 现在是敲脚龙了 去你这儿 不说八道 阿富 你哥哥现在可真是了不起啊 大去找那大领导啊 是啊 我跟你说啊 你看我们是老同学吧 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见过他吧 你们都来了 马上回来了 进来进来 妈 我刚刚散会 马上回来了啊 来拥抱一个 小米啊 马上欢迎你们回家啊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小叔等你 都比家人一样的 客气什么呀 快坐下坐下 坐坐坐 给区长妈妈发话 必须坐 必须坐 姐 我看见老莫了 咱们走了 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家了 他走了 算了吧 走就走了吧 反正本来就很紧 来来来 赶紧吃吧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欢迎马上回家啊 哥哥敬你一杯 一块一块一块 姐也敬你 来 干杯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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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赶紧敬你哥一杯 要不是你哥呀 你这顿帽子 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摘掉 哎呀 其实早就该摘掉了 哎 阿姨啊 有马大区长出面啊 没有摆不平的事情 对吧 别一口一个马区长了 听着别扭 咱们都是老同学老邻居 随意点啊 嘿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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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区长 嘿嘿嘿 我还想问你个事情 你说这个洞签啊 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们这户口都冻结了 快了 可能这个月就要月底吧 就开始了 这么快啊 哎呀 我这个笨的 我挖哑 你说我早知道马上开始了 我就应该把我七大姑 八大姨他们户口 都给签过来啊 这样的话 我可以多拿好多钱的啊 好 怪不得很多人都说我是港度大龙 真够港度的 是啊 终于可以住新房子了 来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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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光说 那个 阿姨啊 嗯 姐姐要不这样吗 我们就不打搅了 是啊 那个没家人团圆哪 好不好 人啊 马峰 不 过冷天要不再找你 哈哈 单了 走了走了 行 再过来玩啊 好好 走啊 走了走了 再来啊 哎哎哎 你们吃 你们吃 你 走 真正十年 终于能吃到团圆饭了 又能看到你狼腾五颜的吃了 妈 开心点吗 今天吃的可是团圆饭 就是 开心的 阿明 刚才大龙说那个冬签的事 要是真这样的话 那你把我的户口也签过来吧 我在这儿住了大半辈子了 那签过来我就住着不走了 妈 你真要签户口啊 那赶紧签过来你 这冬签款子留给小孙子呀 听不听你奶奶说什么呀 以后奶奶钱全你的 好好学习 孝顺奶奶 听见没有 以后好好上大学啊 妈 这片的户口都冻结了 恐怕一时半会儿还真欠不了 你是副局长 别人没办法 你还没办法 是啊 要是多了一个户口 可以多拿好几万块呢 妈 这事啊 的确有点难度 她是副局长 这么点小事还办不到啊 我才不信呢 这是政策上的事 我跟你说不明白 反正我说了也真的不管用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大哥 你那个 你看我和马叔的这个户口 能不能抱上去 能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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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等冬圈结束以后 好好好 阿明 你就算棒妈的忙 妈 旧区改造是我负责监管的 我带头违规 那怎么管别人呢 你别逼着我犯错误 你 这是什么我呀 我又不叫你去贪污 不就是签个户口吗 多想有你在我的怀里 却无法超越那距离 美好回忆渐渐渐渐的远距 盼望今生出现奇迹 无尽的想念 黄了容颜 无尽的爱你 从未改变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不尽的想念 黄了容颜 无尽的爱你 无尽的爱你 从未改变 从未改变 而人家 无尽的爱你 使命 当未改变 倍的皇后